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孽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九百三十四集 这是什么神头 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几乎在白小春话语传出的瞬间 云雷子那里就连续数次变身 在那天雷巨响回荡中 云雷子的身体直接从二十丈化作了三十丈 又从三十丈变成了四十丈 最终则是直接达到了五十丈左右 其两边身体虽还是大小不等 可已经很接近正常了 其气势的攀升也都达到一个更为惊人的程度 此刻站在半空中 好似真的化身人足 其粗壮的身躯 野蛮的气势 还有那让人心神震动的威压 无一不说明 这一刻的云雷子 其强悍程度已经到了极致 更是在其身体外出现了五彩光芒护盾 这护盾的厚度以及给人的感觉好似坚不可摧 白小春有些傻眼 他此刻脑海第一个反应 就是这一切都是对方故意的 白小春 给我死 完成了五遍的云雷子 此刻一声低吼 如同开天辟地之雷 轰鸣四方时 他的速度也猛的爆发 直奔白小春而来 白小春气得身体一个哆嗦 眼睛都发红了 一股深深的被羞辱感 让白小春这里怒意也升起了老高 熏雷子 你欺人太甚了 你要变就早变 非这个时候变 你是故意的吧 白小春怒吼中 右手直接抬起 须鱼间 展开隧后锁 更是同时施展汉山庄 眨眼间 他的身体急速冲出 可还是觉得冲击力不够 白小春轰着眼 又施展了不死计 瞬间 其速度爆发到了极致 轰鸣中 直接就出现在 云雷子的面前 隧后锁 周然发动 砰的一声 他的隧后锁 直接按在了 云雷子身体外的 五彩护盾上 盾时 他就感受到一股 无法形容的 抵御之力 好似海浪一般 层层抵消着 让自己的隧后锁 不断的瓦解 虽最终穿透了三层 可在第四层时 却没有了余力 与此同时 云雷子的出手 一样迅猛无比 他的双手 爆出无数闪电 猛得一挥之下 这些闪电 就化作了数十万的银蛇 轰击在了白小春身上 白小春的石身 再也无法承受 直接就崩溃爆开 在那无数碎石中 露出了藏在内部的镇身 而此刻四周的闪电 依旧好似无穷 咔嚓街 从那一块块碎石中连接起来 直奔白小春震慎而去 眼看危机 白小春心头狂震 尖笑中双手掐绝 猛得一挥 顿时四周寒气扩散 他的身体外 立刻就出现了九道寒影 向着四周急速冲击而去 吸引四周闪电的同时 白小春没有后退 此刻脑海一片空明 完全凭着其战斗本能 在这一刹那 向前猛的一步走出 不去看四周的闪电 而是右手猛的抬起 一把握住 在握住的瞬间 他的拳头上直接出现了一个黑洞 这黑洞刚一幻化 顿时白小春的所有气息 所有气血 所有存在的征兆 都刹那接被那黑洞急速吸走 甚至他的身体都扭曲起来 仿佛出现了一些枯萎的征兆 不灭地全 再次展开 一股强烈的压抑感 在这一刹那 立即就让云雷子面色一变 呼吸急促中 他感受到了危急 不在立眼站 而是急速后退 可就在他刚要退后的时候 白小春的身后 天地轰鸣中出现了一尊巨大身影 带着地关 身着地袍 好似俯视天地般 猛的向他看去 云雷子内心咯噔一声 脑海更是嗡鸣 身体外五彩光芒极闪 退后更快 只是还是晚了 一拳落下 不是天崩地利 可却是天空地陷 整个苍穹 瞬间就被白小春的面孔直接取代 一股无上之力 随着这一拳逃天而起 轰鸣中 这四周所有的闪电 都好似被撕裂一般 刹那节就齐齐崩溃 随后 更有一个让云雷子 灭色狂变的拳影 好似无限之大 诸然而来 一路长驱直入 崩溃闪电 崩溃虚无 轰在了云雷子身体外的五彩护盾上 这五彩护盾 可以阻挡白小春 人山绝下 配合汉山状爆发出的隧后所 可却无法在这一刻 去抵抵抗白小春暴发出的五倍不灭地拳 据象中 那五彩护盾层层崩溃后 这一拳直接就落在了云雷子那人足无变的身躯上 天地震产间 云雷子喷出第一口鲜血 身体如断了线的风筝 急速倒退 身体如颜可见的从五十丈 直接化作了四十丈 思在用这样的方法 来去抵消白小春的那不灭地拳带来的霸道之力 可显然 从五遍退到四遍 明显不够 云雷子在这倒退中 喷出第二口鲜血 身体从四十丈 刹那化作三十丈 再喷第三口鲜血 直至他的身体 缩到了二十丈 乃至十丈后 最终恢复了原本的真身石 喷出第五口鲜血 面色苍白中 总算是完整的扛下了白小春的不灭地拳 而这对抗的倒退中 他如今已退后数百丈外 此刻站稳后 他猛的抬头 目中露出怨毒之意 可嘴角却露出冷笑 我等等 就是我粉身所描述的你的这一拳 的确强悍 可这一拳既然杀不了我 那么下一次 当我与粉身融合后 白小春 你死定了 云雷子双目一闪 冷恒开口后 身体后退 更是在他身上突然爆出五彩光芒 速度加快 刹那远去 可其神石 此刻却是在留意 他期待白小春在听到了自己之前的话语后 能冲动地追杀过来 而他也做好了准备 只要白小春杀来 他有信心 能让对方后悔 哪怕击杀不了 也必定会让在自己的杀手捡下重创 说他不来追我 那么就如我粉身判断 这白小春展开这一拳后 此生损耗极大 如此一来 此番或许就不用与粉身融合 我有机会将其斩杀 云雷子内心算计时 白小春在远处听到了云雷子的话语 他双目猛得一缩 这云雷子比他之前遇到的那个强悍太多了 可以想象他们一旦融合的话 其修为于战力的爆发 白小春将很难应付 而最好的选择 就是趁着这个机会将此人击杀 如此一来 就可化解一切危机 他故意这么开口 莫非是有诈 白小春正要追击 可却心底迟疑了一下 目中猛的就露出果断 有诈我也要出手 不能给他双子融合的机会 白小春狠狠咬牙 此刻遇到如此劲敌 他哪怕再心痛 也都没有半点迟疑 直接就将体内凝聚出的那些不死血中抽出了一滴 在体内用不死卷的方式直接将其碎力 哄的一声 随着那一滴不死血的碎开 一股惊天动地的血气 刹那间就在白小春体内爆发出来 眨眼的功夫 他的身体内外赤红一片 血污扩散中 白小春立刻就感受到自己的速度 似乎可以达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 他更是呼吸急促中察觉到 如今这个状态的自己就连吸收四周的天地之力都比之前强悍了太多 几乎恐怖一般 好似自己成为了一个能吸收吞噬万物的巨大黑洞 甚至他四周的虚无都在这一刹那扭曲无比 而他的气息在这一刹那 立刻就让原本自信满满的云雷子差点尖叫起来 他身体哆嗦 脑海轰鸣中 一股比之前白小春不灭地圈还要强烈太多太多的生死危机 直接就在他身体内轰然爆发 这是什么神头 该死 这白小春之前的那一圈不是杀手锦 云雷子觉得 自己全身此刻每一滴血肉都在发出尖叫 他的呼吸几乎凝脂 来不及多想 感觉好似身后被血雾缭绕的白小春 如同天敌一般让他颤抖中 梦得全身五彩光芒爆闪 速度刹那爆发 连回头都不干 玩命逃顿 就在云雷子逃顿的瞬间 血雾内的白小春全身赤色弥漫 好似沉浸在鲜血中 缓缓地抬起头露出了秦墓中 此刻仿佛换了一个人般 血以无比的血色目光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